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很多漂亮的作品就放到桌上 每一個人的創作都有不同的 我們二樓的空間布置 就是以長輩他們自己的房間 這一間的長輩為主要 那剛好這一間長輩都是女生 所以我們就是幫她找一個比較 類似性的一個海報當背景 是增加他們的生活空間的改變 那這個是雞排英雄 網民館頭 這是我的少女時代 是追愛 這是苗苗 我們的房間其實已經幾十年了 我們能創新求變的話 就是在他們房間 然後做不同的一些設計跟改變 他們住起來也有不一樣的新鮮感 也會很開心 所有奶奶 這一件是奶奶他們自己發揮的 我們沒有贏到它們 我家的永遠 yok 都種有117個 來 開始的時候 讀書有時候沒來 沒來 我要怎樣 我就做好自己在這裡煮 煮給他們吃 自己去廚房去看 看有什麼筋子要吃三塊 那時候在煮因為腳很大 所以噴的時候噴到手 那時候都餓了差不多二十多人前 四點完我就要趕去菜市場 所以我就這樣 每一行都要做 沒一行沒做 1991年的時候 我的父親他說他有一個願望 我說你想做什麼 他說我發現到有一些老人家 到年老的時候好像都不快樂 沒有得到尊嚴尊重 被人家尊重 我爸爸的想像中就覺得說 那我必須要去照顧這一些人 我五十歲以前 是一個很快樂的天天 不知道要憂愁 但是五十歲之後 怎麼開始就去做這個老人家 我做得有夠痛苦 我都用肥子 你如果去用那個 阿滷米做的那種碗 但是 他們吃的感覺就沒有什麼樣的 就像這樣 去給人家放煮就行 你如果這樣一半一半跟他們分 你會感覺說 啊 我們有尊重的 我們自己動作在我們島上 什麼樣的 大家來的時候 他也不賣 我也不賣 所以我跟祖父可以用免 所以我如果開始在賣 我如果在服務台出聲 差不多老餅啊 廚房都聽到我的聲 嘩嘩嘩嘩 嘩嘩嘩嘩嘩嘩 就開心阿 這些都是革命感覺 那時候我的脾氣不好 要求很嚴格 所以喔 有對過十年以上的那種 對我都很辛苦 很辛苦 今天你們吃的 我都來做喔 做好你們吃喔 我剛好吃吧 好吃吧 客長 客長 我回來了 當我爸爸去看見紅塑布的時候 他還要跟阿嬤報告 阿嬤點頭 我們都沒有地理故事 就要嫁給他 沒有什麼理由 沒有什麼理由 我是被interview 合格的人 我們長人身體比較壞 他希望 可以用他的水果園 來去一個幼樂園 他說好 那我這一塊地 我乾脆我就來奉獻 我有現金 有股票 都是現成的 那我們就來蓋一個 那個中心 我太太因為過去都沒有做這種事情 家庭主婦 但是他的好心 就是要把他做起來 我做得很痛苦 我當時真的很痛苦 你怎麼會 聊錢 聊時間 家庭分開 我還在台北 他在台南 所以分開 這個過程 因為我比較多 因為我會發誓 發誓 發誓你怎麼 怎麼經營 看怎麼看公文 自己說 幾乎每天都有一張Fox 這裡的當時的老人家 都是健康的老人家 大概平均年齡84歲左右 健康可是高齡 高齡又健康 應該是值得開心的事情 可是你知道嗎 我每天跟他們打招呼 阿公阿嬤我們來吃飯喔 今天我們來吃飯 我們來做什麼 他們都跟我說 啊 吃百個丹四而已 吃半個丹三重而已 人老就是這樣而已 就是他們講出來的話 其實都很負面 我們東方的生命教育 從我們小的時候 沒有告訴我們怎麼樣 面對老跟死亡的過程 所以一旦面對的時候 手足無錯 不曉得該怎麼辦 然後徐榮市長 他也有意識到說 對啊 我爸爸並不想做一個 死氣沉沉的老人怨我 這不是我爸爸的想法 我也曾經有幾個師父 那我也曾經同樣的問題 都去問過 他們只有給我一句話 你叫他們放下 我得原諒他們 他為什麼都沒有露營呢 他都聽不懂 放下好像很簡單 原諒 我平常就去玩弄 他才不會來玩弄我 一個很偶然的機會 就有一個朋友介紹我 去參加一個營隊 就是私日營 所以我就跟阿伯就去了 後來私日營的第一天 我第一個舉手 我想請法師給我開示的指導智慧 因為我做的工作 是在陪伴一些長輩 那我身邊有很多長輩 他們在年老的時候 他們覺得他已經沒有希望了 所以我如何來陪伴他們 讓他們的生命是無限的 而對他們的未來是有希望的 你的心看見希望 你的心看見人生真實的意義 你的心覺得生命有希望 你才能把這個希望 傳達給那些絕望的人 好 那現在就是說 我們的心怎麼看到希望 或者說怎麼讓我們每天活的 都朝氣蓬勃一點 好 那有一部分的方法 諸位這幾天正在學這樣 聽說觀光念恩的課程 你們已經上過了是嗎 好 觀光念恩就有這個好處 你試試看 當你把別人的好處 越看越多之後 漸漸的你會發現 你看自己的好處 也會比較容易看得見 我剛才那一天很高興 你想想 二十幾年 更加深入觀光念 挖爪很珍惜耶 我真的回來以後 我開始從我的社工 從長輩開始 下一個步驟就是從家屬 讓他去感念到 這個公公婆婆的好在哪裡 我會想要待在這邊的原因也是這樣 其實大家都是正向共同去支持 然後當然遇到問題 就是用面對問題去解決 我早期是只會罵人 因為求好心切嘛 但是我現在不會 我反而會慢慢的去調整我自己 去看到對方的時候 真的每個人都好可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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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子 他有參加什麼課程的話 就是這樣 我來這裡都不會無聊 我們這裡在哪裡 有啊 自己沒有來 以前 大家就在聖茅町醫院 在往來 拿去看什麼科 骨科 什麼內藏科 什麼財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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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 剛才我太誇張了 不會在往來 我特別說 我最佩服就是 你們工作的人 對這個 我這裡一些LKK 服務的態度 親切 真的 我不是在幫你們保護 真的 每個人都很親切 我爸爸後來中風之後 那時候我們有請教他 老人家 那時候我也是住在國外 那我還是跟就是一般台灣的子女一樣 總覺得把家長送去給別人照顧 好像是不是很不孝 那時候我就請教我爸爸 他就馬上選要到養老院這樣子 那結果來這邊之後發現 受到的不是只有拖勞 然後還有爸爸的生活很規律 就是說 早上他會起來 然後去就是說參加他們一些活動 老人院不只是有老人 就是有一堆年輕人 然後這一堆年輕人跟他的互動 他每一個人他都認識 然後我覺得在他的生命當中給了一個 又在一個叫做什麼青春期 就是那個叫什麼 就是一個Life Cycle又起來 哇 他也會發耶 也會發耶 來來來來來來 你要頂揮車頭要跟他打掉 我們怎麼回事 沒有揮車頭扶著喔 對 沒有看我小姐來 對 看有票我也看看喔 對 看看對不對 那你收票了啦 我剪票啦 OK 我曾經有一個長輩很好 每天到五點多 他就吵著要回屏東 要去火車站 沒有火車站 我們是用這樣騙他 然後他就趕快 阿嬤火車回來啦 我們在樓上的月台 就把他用走路不能做電梯 然後到樓上他忘記了 他也不記得他要坐火車 對獅子老人的教育就是要順著他 不能逆著他 這裡不是火車頭啦 這裡是老人家 他整個晚上就跟你焦慮到不能睡覺 這一攤是最有名的地方 我們有一個阿嬤她來住沒有很久 大概到三四點我們講黃昏症候群 三四點他就吵著要回家 而且他很焦慮 就把他帶下來這裡 下來呢我們就給他挑 那大家就看他就很高興啊 然後他就把我抓去旁邊 他就說齁 你們不可以帶老人家來這裡 那個東西全部都是假的 你們不可以這樣騙老人家的錢 他說你看阿嬤乾漂亮漂亮 然後他就問我說小姐你看我齁 看這條漂亮的 他看大家都挑他就挑了 就是長輩身上其實很多故事 就是我們可以去多加了解 然後多去熟悉 我當社工接的第一個案 第一個長輩 然後他後來因為一些生病的關係 他必須要去住院 所以我就在回家的過程中順道去看了他 我那天就是也拿了卡片給他 我第一次看到他哽咽 他眼眶泛淚的跟我說 他太感動了 他很感動這件事情 當下我會發現說 原來我的工作是一個 這麼有力量的事情 原來我可以給人家 那麼有溫度跟溫暖的時候 最後在這邊 我真的還是只有用感謝的心 因為你們這麼年輕 就願意來付出做這個工作 是我做不到的 那我也要借重你們各位 將來我 因為我現在76歲 希望說當我最後要走的那一剎那 是看到我們所有的機構 基金會是一個可以永續的 那這個就是要借重各位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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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來我們發現到 我們師父有創辦一個 長青班的管輪班 所以我就一直期許說 有一天如果在台南 我的老人院可以開一個這個班 有多好 因為我們裡面的長輩 有一點獅子的長輩 不少 所以我們即使用音樂療法 從我們師父開始教導我們的 在關公念恩的裡面 也許出了這個門 他們都忘記了 不過最少有這兩個小時 已經種下這個音 那住在幽染綠眼的老人家 孩子沒有在身邊 他會很孤單 那我們課程的設計 就是讓他覺得上課很快樂 這一點是很重要 如果他不快樂 他下次就不來了 我們即使想要幫他也幫菩薩 所以我們第一個 一定讓他學得很快樂 第二個老人家最重視的就是健康 你沒有健康躺在床上 行動不方便 他根本沒有學習的機會 所以我們就從石橋手 腦手協調操 這種比較簡單的活動 讓他自己在家裡面 看電視的時候也可以做 那他歡喜來學習之後 是從關公念恩入手 入手之後再來就是談到無限生命 那這個無限生命是要幫助老人家 走過晚年他這一段歲月 那包括我自己也是也是導人了 所以但是我們因為有廣論的虛討 所以我們對於說無限生命的 那種認知喔 會減少對晚年的恐懼 各位 家室老師爺 住你的房間 掛關公念恩死利 世家在那裡就好 老師爺請定期 我來賞你 我們的班歌是人生七十才開始 我們每天都上班 我們來唱 我們來唱 我們來開始 福發的真正的重心就是對日煩惱 就是對日煩惱 我是個人只是在父老這一塊 能盡最大的努力 來合作或是幫忙這個團體 把這個父老的運動做好 這是我的心願 跟繡子的心願一樣 但是剛開始其實 我沒有真正那麼的慈悲心 因為從小被重犯 然後是人家捧我不是我去捧別人 有一天 忽然間 他會想到說 我每天都在幫忙 替 結果不可以讓人過 我今年現在可以讓人 這不是我老爸給我 這個舞台 我開始知道要珍惜 我現在現在 這個舞台 你看到老人在笑 你看到家修 在自己這樣 這樣回頭一下 那個快樂 我只是在那裡而已 你都在那裡 這比較有像 你現在不會和我可不可以 我會想到 那裡 那裡 你還是想到 你那裡 你怎麼這麼可能 你也想到 你那裡 你別跟真的 我能不敢 你不會 我站在你 你不要 你不要 我好 我 你不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